那么之前两节课可能听到你们稍微会有一些吃劲啊 其实不管说是老司机还是新手啊 对于前两节课多少都会有些蒙圈的 其实这个东西结构啊 就是针对于专业绘画的同学来说可能都会有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开课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影结构啊 放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有一些这个立方体 光影结构其实在理解这个物体变化的结构同时呢 还有个更难的地方就是灯光在变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边一个国外的一个教程 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就比如说这个圆柱体 圆柱体其实中间有些凹陷 其实你看这个是平面的对吧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光线不一样 这个光线是侧逆光 就是从背后这样一个 类似于他在人像拍摄中 这个光类似于这种发灯 轮廓光 一般都是从这个方向去打过来的 就是一个逆光 侧逆光 那你看在一个侧逆光的时候 它是一个平面结构了 它并没有立体的 那么这个时候把它添实 它有一些立体结构了 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一下 有这个光源的时候 光线会从哪些方向过来 其实第一个方向就是 它的平面 它的平面是会过来的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个轮廓光 这个地方漏过来一些 那么他在他在这也写清楚了 这个是一个软的 柔光的柔光的一个非常 有些很柔和的撒在这边 所以说他更多的就是 营造一个轮廓光 就边缘显得很亮 而前面的面对你的正面的 会显得有些暗 那正常的光线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看到的 所以说当你眯起眼睛观察时候 其实这边这条线是最亮的 而上面是稍微有些柔和 正面的其实是有些暗的 这个是从背后过来的光线 投影在这个位置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这个结构 光线变了 光线是在这个 比如说你是摄影师 在你的左手边 左手边的45度 这样去平光扫过去 那么它应该会出现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是显得很亮的 而它的这个顶部 和它的一个转折的 另外一个面 就会显得有些暗淡 诶 这怎么这么多 诶 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两个 先别管它了 来看一下 我给你去标注一下 所以说结构这个东西 你先从一些日常中的一些 这个生活用品里面去观察一下 然后你会方便 方便自己去加深一些印象理解 比如说圆形 转折 其实它都是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拿一个红色的 看 它都是这样去转的 转的话 你的光线朝这个方向去打的时候 它正面光源 就是中间 光线还有个问题 我们后面会讲 就是光源 还有一个特性 它是一个散射的 它是一个类似于荷包蛋的 鸡蛋都吃过 对吧 和那个煎鸡蛋 煎鸡蛋都吃过 对吧 中间是一个蛋黄 然后外面是一些蛋白 这种感觉 那光线的 其实就是相当于 中间是一个高光重的 高光就是最亮的 中间的感觉显得非常亮 而周围的蛋白 是慢慢的散射的 在进行光的一个衰减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任何的光影变化 它都是在中间显得非常亮的 然后在外面是一圈一圈的 慢慢的衰减 越到这边越弱 越到下边越弱 而另一个面 这个是明暗交界线 整个这边显得非常暗 但是再暗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反光 发现没有 在这边都会有一个 类似于环境光源的 一个小反光 这样就是一个 物体的正确结果 那么稍微难一点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最难的 就稍微难一些的 首先看这个平面 你可能不清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你来看一下 它最终这个形态 第一个地方是石芯的 它并没有镂空 它是石芯的 它只是 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相当于一个容器 就相当于一个容器 就是这种四方的 类似于天井的 这种容器 它中间可以蓄水 对吧 它就类似于这样的 中间你是 可以去进行一些 灌一些东西的 但现在的话 它可以保持在一个平面上 第一个是 它是一个石芯的 这个底是比较实的 光线呢 看都不变 光线全是从这个 左后方 左后方的45度 这样去斜射过来 所以说你感受一下 脑补一下 说反光是透气 对啊 你的所谓说 你的阴影里面 就是需要透气的 你的反光就是 形成你阴影中 透气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如果说你的阴影里面 没有反光 那你的阴影就会出现黑死 同时 如果说你的阴影里面 还没有这个 明暗交界线 那肯定就是完全黑死的 那再来看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换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 它是石芯的话 它里面是肯定是 很黑的 很暗的 那么在这个上面 顶部 它是有些光的 平行的 柔和的散射过来 而这些地方的话 它会有些桌面的反光 就是你放在这个 平台上 它都会有些多少的反光 在这个地方稍微会显得有些亮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镂空的 完全把底掏空 你会发现光是从这个方向去 会有一些打透它 把光线 从这个窗口给它穿过来 然后形成这种感觉的 所以 物体的结构 只是一个开始 并不是非常难 但是物体的这种 明白结构之后 它的光线变化 你来看这个上面那个圆形 这两个看平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看这个就会看出一个问题了 一个是 类似于一个球上落了一个球 另外一个是出现一个凹陷 就是一个坑 看吧 对吧 它上面落了一个 这个是有一个 小的一个砸出一个圆形的坑 所以同样的光线 同样的光线在上面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变化 而这个凸起的就会形成高光 而凹陷下去的 在这一边就会形成阴影 但是这边是 慢慢的凹陷下去 它会出现一个 缓慢的上升的 所以说你的光线 如果说你的光线 从这个方向这样去射过来的话 它必然这边是暗的 这边是 都是有些阴影的 然后慢慢过动 这边是慢慢受光的 所以说在这个球形上 就会出现这个感觉 稍微通过这个图来理解一下 所谓的一些结构 在进行一些光线的变化的时候 它会出现不同的感觉 再来看一下这个眼睛 鼻子 嘴 在一些在画素描的时候 它会有些过程 它会有些步骤 其实在一般的虚线条的时候 像这个鼻子对吧 三个圆圈 就是三颗球 三个球体 一个球套 一个球 然后你要需要注意的是 它在这个地方去标出来 在这个地方有一条绿色的虚线 这个绿色的虚线 就相当于你的球体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次转折 就是整个这条虚 就是红线以下的地方 都是应该是偏暗的 在这个位置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球体 去观测去 你就明白为什么鼻底 是出现这样的感觉 那这两个也是同样是球 对吧 它依然是在这个位置按下去的 同样这边也是 依然是在这个位置按下去的 接着往下 你再看一下 不断的把这个中间的球的 这个球体的感觉给它塑造起来 塑造起来 你的鼻子从正面看就会凸起来 而不会扁平 这是一个这种绘画画素描时候 不断的去做出它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眼睛和嘴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但是这个鼻子的话 其实好多人认为它是简单的 可是做来做去 做的做的 这个鼻子就塌下去了 好 我们开课前先说一下 这个结构之前的一个 小的一个光影的问题 那么来看一下就是正常的一些 画素描是怎么去做的 通过画素描来理解一下 中信辉为什么是先从一个 全局出发 就昨天讲完课之后 有同学就说 我之前做中信辉做的 这个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 我是每次开始 你可能有同学就感慨 我每次开始的时候 都是这样去做的 看一下把它放进来 可能你每次开始的时候 都是放大 打开这个观察层 好这么大 开始像素级修图 多牛逼对吧 开始拿像素修图 我甚至见过有人这样修 一点都不夸张 放成像素 像像素颗粒开始把这个 简单把白色加深 这样的做法 其实也不能说是不对 就是你在进行 过完好几次大面的时候 过完好几次 这个整个的一些中信辉 五官的时候 你再处理一些细节时候 你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我不推荐 并没有推荐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一定是要 就是比如说你要修这个局部 就有同学问 就放到什么程度 放到多大 对吧 能接受 其实你的眼睛 我自己的眼睛 也是就是近视 高度近视 虽然说没有很高 大概有个五百多 五百多度 其实 虽然说戴了眼镜 但是并没有达到那个度数 眼睛的实际度数 感觉比它要深一些 所以我一般修头的时候 在修细节 也最多放到这个程度 就是我要修 这块细节的时候 其实要观测到 其他的一些坚固的 其他的光影变化 就是这种一个变化 所以说你 别做这种像素级修图 你这种感觉 好像是很牛逼 你修完之后 其实你只是获得一个 在导航器里边 看红色小方块 就这么一个方寸之间的 一个干净 而你其实要获得是 整个的 这样的感觉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以小见大 或者以大见小 就相当于你在地球上 不断的在缩小 缩小 一直出上外太空 或者是不断的放大 从月球开始放大放大 整个的这种亚洲 中国 然后你的城市 开始你的整个 不断的放大 成一个小的像素点 但没有用 对吧 你这样修来修去 好像是把你家收 把你自己家收拾的 很干净 但是一缩小 你整个街区 整个这种环境 邻居家里面 都是乱七八糟的 当你把中间这一块 收拾的很干净的时候 周围 因为你周围没动 当时你这种感觉很干净 但是你和周围 这种没有动的 这种脏乱差的环境 进行对比 你就会反而觉得 周围越来越脏 越来越乱 好 当你这个时候 你又放大 把这个隔壁的 邻居开始家里面收拾 就比如说这颗豆 当你把这收拾好之后 你又会发现 我修的这个力度 和我之前收拾我家的时候 感觉力度不一样 你可能力度轻一些 给别人家干的活 对吧 你就稍微省点劲 那这个时候 又会发现 他们二指之间 修的很干净的 两指之间 又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你又会发现 这两个怎么 一个灰一些 一个更亮一些 你又不断的调整 他们俩 当你把这两 调整成一致了 他就会获得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小方块 但是周围 依然是格格不入 你这样修 第一是很耗时间 大概你八个小时都修不完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你的这个 修的不一定很均匀 就是你 最后修完全是像素块 马赛克 这个地方是红色 那个地方是青色 这个地方是灰色 整个人的脸就疯了 就全都是碎掉的 所以来看一下 在绘画中 有一个归纳和概括就很好 如果说我们要画素描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怎么去做 首先观察一下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照片 对吧 是一个人像的 但是我的眼睛 看到人像之后 会把它的受光背光 全都给它分布在一些区域里面 比如说眼睛 它是整体上都是偏暗的 眼眶 对吧 鼻底 嘴唇 阴影 包括下巴 脖子 都是暗部 头发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拿铅笔 过就是铺一下调子 先把它的调性 基调确定好 然后在这个暗部里面开始 你别一开始压得很暗 就是稍微暗一些 然后在这个很暗的周围 稍微暗了一个环境里边 再开始压一些 再开始往下 勾了一些所谓的眼睛的轮廓 开始 这个时候你就会控制到 有什么样的度 它是在一个很暗的环境里边 相对较暗的环境里边 不断的勾细节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跑偏 做完之后 它也是在一个暗部环境里边 同样如此的 就是这些 找一个这样的 对吧 你看人像最后是出现 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在画的时候 其实你在归纳 首先把所有的一些分布 都给它想到 然后开始 扣细节 一只眼睛开始 这个眼睛 就算你把它 修得很 就是画得很仔细的时候 它最终其实也是在一个 暗部环境里面去控制的 包括这只眼 通通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要在进行 后期的时候 做一些中性灰的时候 首先要学会归纳 就是你在看一张片子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这张片子 你在看它的 这种彩色照的时候 你就先明白它的问题 那眼睛在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偏暗的 对吧 这些都是偏暗的 只要是偏暗的环境里面 都是以黑色画比优先 我最近 讲了一个 24期有同学 交来的一个作业 那个中性灰的一个图层 你要看到你的中性灰图层 修完之后的 全是一些白色画比的话 多半是错的 那个片子就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废掉的 你可以重新 开始修了 一般情况下 你看到的中性灰 修完之后的 这个画比 应该是以黑色画比 为优先的 因为你的白色画比 就是你的高光 就是任何的片子里面的高光 不管是亮色调 还是暗色调 尤其是暗调子 你的高光的面积 是很少的 所以你在 在最后你修完之后 如果说你的白色的画比 显得很多的话 那一定是错的 你肯定是 把整个的一些 皮肤 不是高光的部分 就是中间的暗部 给它强行提亮了 提亮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片子就会灰脏脱色 不断的再去改 不断的再去改 我没有布置作业 但是里面有原图 有特别勤快的同学 就已经开始做了 比如说这些地方 它都是有些 显得偏暗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脑海里边 先去想一下 有了这些 概念之后 我在变成黑白灰之后 那么我对我的片子里边 有一个认知 就需要把这些立篷 先归纳一下 看在一个 黑白模式下 在一个黑白模式下 你看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 偏向于暗部 加中间调的 对吧 它的整个的头发 我们来划分一下 你看 整个的头发 和这边 发油箱 包括在这边 稍微转过去的 我们先分 大部分的 大面积的 这种块面的感觉 整个的胸口 其实也有些灰度的 再看一下 小面积的鼻底 对吧 鼻底 鼻翼 鼻翼这一侧 然后你的嘴唇的 内轮廓线 下嘴唇的外轮廓线 下巴这条线 以及眼眶 眼窝 深处 以及你的整个的 眼睛的眼带 其实它都是 偏向于暗部的 那么在 至少在这些 大的范围区域里边 你尽可能选择 你的黑色画笔 为优先一些 而别 把你的白色画笔 拿出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 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都觉得黑色脏 觉得这个白色是干净的 但其实你去想一下 它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穿一个 白衬衫的话 那这个黑色是肯定是脏的 你再穿了一条白裤子 穿了一身白 对吧 然后站路边 突然过去一辆车 见你一身 你一点 这个就是很脏的 但是你去穿一身 黑西装 见了一身 这个白色的点子 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很脏的 所以说你一定是要在 适合的环境里边 把它属于 它自己的这种 基调的东西 给它找出来 就好像是 你在走一些 方队 统一着装 对吧 比如说你是一班的 二班的 三班的 好 这都是五十人方阵 你去走 走的时候 大家都是穿的一些 白色的衣服 但是突然你去穿了一个 灰色衣服 你在里边是显得非常扎眼的 所以说 中性会要做的 其实就相当于 把你这个灰色衣服 给它变成白色 那么大环境是白色 那你一定是受光的 比如说你的额头处 你像这些地方 它里面会出现一些 显得很脏的地方 你把它高光一压 你就发现 显得很脏 那这个时候就是明白了 这些地方都是受光的 它都是显得很亮的 那么它里边出现 这种比较 灰的脏的暗的 这是错误的 所以就好像是走过去 一个应该是白色方阵 但是里边偏偏有两个人 穿的是黑衣服的 那这个时候就把它 衣服换掉 那第二个呢 假如说你是 穿了一身 黑色的衣服 就比如说这些 暗部的环境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边吧 这边 这边的还能够看清楚一些 我看一下这边暗部的 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到 但是它本身原片拍的很暗 但是这样强行提亮 就会出现很多的噪点的 这边还好一些 就看这个地方 看这一块 你看它本身的一个因素 是一个很暗的 但现在出现一条 这个地方 出现一些不规则的 把这个先删掉 把这个先删掉 看一下 红色 你看这个位置 对吧 它明显出现一个 显得很 泛灰泛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去判断一下 按道理说 你关掉这个观察层 你看整个的嘴唇 嘴的这个地方 出现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是慢慢在往过转的 什么阿凡达 它是在慢慢往过转的 对吧 它应该是一个 类似于球体在进行往回收 所以这边 它的光线会慢慢的按下去 那么整个这一块的方阵 就类似于你是一个 大家都是一个偏向于暗部的 大概穿一个偏向于 黑色的深黑色的衣服 那么突然有一个人 穿了一个浅灰色的在里边 这样也是不对的 你把它衣服给它换掉 把它整个的一些暗部环境 给它表现出来 所以说中性灰 你要去做的时候 首先你要去判断一个 暗的还是亮的 这还没到阿凡达秀皮肤 这才哪跟哪 阿凡达秀皮肤是调色 别乱说 注意听课 那么这种片子里边的皮肤 你在判断的时候 首先你要明白 哪个地方是受光的 哪个地方是背光的 哪个地方是进行的转折 哪个地方是进行的过渡 哪个地方是进行的受光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 额头 颧骨 颧骨 山根 然后你的鼻头 然后这些地方都是受光的 其实找到受光点 这个受光点的光源的点 其实它 鼻脚的面积都是很小的 你就看一下 像这个鼻子的鼻尖 包括一些山根 鼻头 颧骨 它的面积其实都是很小的 最亮的地方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么点 你看最亮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些 大概就是这些点 你看 而并不是连的很多的 看一下高光点 那么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进行修的时候 你要明白 你的最大范围是多少 比如说它的高光 有了 你看荷包蛋 对吧 我要把蛋白找出来 大概最大范围 也就是这些蛋白找出来 扩散一下 光运 扩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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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边 其实有些光线柔和一些了 就高光核心越少 它的扩散的面积是越少的 你这样的话 才会把它的结构形态表现对 如果说你的高光 错误的判断了 这个东西 这个破除物法 怎么老是挡的 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是错误的判断了 好 这个时候 你把它的高光 大概你的核心区域 你理解为在这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必然会做一个扩散 稍等一下 那么在我们说扩散的时候 你大概会做出这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错的 它的高光气率 并没有扩出这么多来 它在这个位置就收掉了 就收掉了 所以以后在判断的时候 一定是要判断好你的光线的 皮肤 修统一 等一下 过得太快了 没看到 修皮肤是统一 修完高光部分 或者是暗部 也不是统一修完的 是慢慢过渡的 都是先从干净的高光开始修 反正我自己是先从干净的高光开始修 因为好看些 好观察些 高光修完之后 慢慢的过渡到你的中间调 慢慢过渡到你的暗部 其实一般来说都是 统一去修的 你的高光 比如说这个地方开始修 修完这一块高光 开始长其他高光都去修 修完之后 马上打到一个中间调 开始过渡去 统一去过渡 最后把暗部修一下 最终你再看一下 你这个片子里边的肖像 是否是正确的 这三个先删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个客架 说一个皮肤的问题 皮肤客架的一个东西 这个说的很快的 关于修皮肤的那些问题 首先皮肤就是人像中修图 人像修图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 重之又重的一个问题 怎么把你的皮肤修好 那它的标准 好的标准是什么 就修好的技巧 手法用哪些 那么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 修皮肤之旅 你看前六节课程 其实我说的不对 以前课程就是十二节 以前的课程 我只讲十二节的 像现在的话 我就是讲十节课程 前十节课程 应该是前十节课程 我们重点讲 中性灰修皮肤的手法 其中包括就是把皮肤修干净 增强质感 增强五官结构 强调空间 关系等等 都会一一解决的 当然其实你的修皮肤的 技法是有很多的 首先我们前十节课 就是以中性灰为主 从中性灰开始 展开到调色 到一些颜色的 一些纠正的问题 让你去深入了解 修皮肤的手法这一块 那么皮肤是否干净 取决于它的因素 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你的肤色 是否统一 皮肤在素描关系下的 一个过渡 是否的一些丰富和自然 包括皮肤的毛孔 它的这种皮肤角质层的保留 包括皮肤的这种粗糙程度 你保留了多少 都会直接影响到 你的皮肤质感的问题的 那么其实我们总结一下 修皮肤的手法 目前主流的就是 常见的第一图章 第二是高低频 第三是 磨皮插件 第四是中性辉 这个高低频的话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去讲 就是我在中性辉修完之后 想提速 你在中性辉第一遍过完之后 你可以做一些高低频 包括中性辉和地壁双曲线 那么我们重点讲的 就是第四点 第四点的中性辉 首先 一二三 就是这个 尤其是一图章 它是经常使用到 修皮肤的手法之一 但是它的优点和缺点 也是很明显的 优点就是方便快捷 配合一些磨皮插件 加一些少许的刷光影 只要是你涂章玩得很溜 那么也能够使皮肤 换人一新 但是它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使用涂章之后 也就基本上告别了质感 这个词了 就你用了涂章之后 你别太想 说你的皮肤质感有多好 那个质感 你加上噪点亏力之后 你那个质感也是假的 就是那种很平的一些磨砂质感 那么涂章的本身的原理 我们来说一下 可能有同学也不知道 这个图章的原理是什么 反正也不清楚 怎么去修 咣咣咣咣来回乱点 图章本身的原理 是从A点选取一个原素材 就是复制到你的B点 那么这个由A到B的转换 必然是两个不同的材质质感 包括光影变化都不同 那么这个强行被统一到A 什么意思呢 说了半天可能有些绕 它的意思就在于 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然后我们看一下 图章快捷键是S键 我们把这个图章去找出来 图章的话 你选取一个原点 点住这个ART键 然后你会选择一个原点 就是选择一个样本 这个样本就是称之为A点 那A点的话 我为了方便你们去看 我就选一个眼镜 好 这个选好了 然后把这个眼镜放在这B点 对 我没有对这个所有图僧取样 这还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图章的叠加 就是假如说你的图章里边 会出现这些的话 就是有个重影叠加的话 就把这个显示叠加关掉 就行 这方便你自己去看一下 原点选取一下 然后B点一旦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 第三只眼 就是你复制了A点的一些素材 放到了B点 这个B点就是你的落脚点 放在什么位置 我这样是很夸张的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两个不同的这种材质 不同的一些部位 不同的光线 完全被强行统认成A 就是选取的这个原点 但是你做图章的时候 你不可能这样去做 对吧 你最多是我修修皮肤 对吧 我修修皮肤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觉得 这地方光线很脏 我可能是选取一下A点 然后开始慌慌慌的点 这个时候等一下 我的这个不透明度太高了 30 40 你可能是这样去点 不断去网出扩散 找一个干净的稍对 相对干净的网出扩散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皮肤 就是修厚的感觉 你就不用谈什么质感了 对吧 它是完全被你统一到 你之前选取的那个A点去了 这个是图章的原理 那么再看一下 有些人用图章的话 会最后加一些噪点 或者是叠些素材 叠些素材颗粒 来强行的增强一些质感 但这个话 其实我前面说过 你是追不回之前 你的那个原有的 看起来不干净的 弊点的那些质感的 那么这个就是图章的优劣性 那么到底图章用还是不用 答案肯定是用的 怎么用呢 我们会再放在一个基础课里面去讲 那么再看一下 我的图章怎么去用呢 其实在基础课里面 我会讲一个图章的用法 就是在做一个轻图章的一个作用 轻图章的作用就是在于 图章的时候呢 我们来去先简单讲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图章 但是我会分享一下 我的图章的一些使用的心得 你会看到一个圆圈 对吧 这个圆圈就是你的画笔的大小 就是你图章画笔的大小 那么我们在进行图章时候呢 选择A点 就是点住你的键盘的ALT键 苹果的键盘好像是那个option键 就是那个OP OP什么那个 然后旁边那个键盘也给换掉 就是你那个command 就是那个花键旁边的那个键 就是点那个 就是因为苹果键盘上 没有那个control和out键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点不到 就是那个OP OP什么那个键 然后你去看一下 点开这个之后 你就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选择你的圆点 就是你的A点 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 对对对 就是这个键 你觉得哪个地方显得很干净 假如说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干净好 选中它 点一下鼠标左键盘 单记一下 单记一下之后放开 放开之后 你觉得哪个地方很脏的 你要把这个干净的 放在你的这个B点上 那么你的B点的时候 手绘版不如鼠标 对 你拿图章做的话 千万不要拿那个手绘版 会干死自己的 手绘版做图章 就是一个秒成渣的一个感觉 一定是鼠标去做 那么我们这个B点 你来看一下 我的落脚点 这个落脚点放在什么地方 它们之间有一个关系 就是在于这个A点和B点 落脚点之间 你看我稍微离得远一些 稍微离得远一些 开始啪 点一下鼠标左键 这样你能不能看到一个 左边那个A点是一个十字 而右边那个圆圈是一个圆圈 对吧 可能我离得太有放大一下 我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这也看不清是吧 这个时候 这儿左边这个十字能看到了吧 这个十字呢 就是你选取的A点 圆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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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光你结构跨度也很大 那么必然会造成你的图章显得很荒 它们之间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你的A点和B点的之间关系 A点的这个十字 压在B点的这个圆圈的内缘或外缘附近 你看这个时候的一个变化 稍微放大一下 对吧 能看到这个十字吧 这个十字就是在这个圆圈的外缘附近 内缘也可以 就内缘或外缘的附近都行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样做的话 我的图章就不会跑偏的很多 就基本上就是在我这个圆点附近 进行这样去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那么这样去做完的一个好处是在于 它不会显得很花 大家的这个光影的影调 包括色调 几乎是保持在一个80%左右的一个 同步率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有些人做图章很喜欢这样涂抹 就选取一个圆点之后开始 鼠标也不松手 开始涂涂涂涂涂涂 这边也涂过去 上面涂过去 就开始用一个圆点开始不断的复制 这边开始涂涂涂 这样涂有些时候你显得很快速 显得还感觉还不错 但是你经常涂的多的话 会出现颜色的一个断层 就刷出一层一层一层 那个波纹状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话 其实 你这样涂的话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难免会选到一个更脏的把这个圆点给它复制过去 它也不是一个可取的 那么正确的图章的用法是 每选取一下的时候 尽可能再重新的选取一个新的圆点 来观察你的皮肤 不断的在选取原点 不断的在选取原点 同时这个圈 光圈的画笔的大小 也是不断的在调整 就是完全是 从大圈到小圈 做概括性的 这种概括性的这个圈要大一些 三下五除二 就几笔就把它概括过去 别给它进行太多的纠结 来来回回 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的碎 很夸的感觉 能用最大圈就用最大圈 直接给它概括过去 不可以拖 不可以拖 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前面拖的那个问题 就会出现一些 断层的色彩的 一些色彩断层的问题 这样会避免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试想一下 假如说你去刷一面墙 你的任务是刷一面 20厘米长 5米高的一个墙 那这个时候 20厘米 20米 20米长 5米高的一个墙 那你就觉得很长 对吧 很长很高 好把它刷白 刷白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印象是 给你选工具 从钢笔开始选 到这种拖把和大刷子 我想傻逼才会选钢笔 你不会傻到那种程度 我开始选一个钢笔 那种很细的 开始刷一个 20米长 5米高的墙 你去一笔一笔抠去 抠到猴年马月 你也刷不完这个墙的 而且还很碎 所以你就是 恨不得有一个 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恨不得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笔刷是 20米长 5米高 有一个这样的笔刷 一笔 站上白色 框刷上去 完事了 你会发现 既平整 又均匀 又速度 所以说你的图章 也是这个原理 就当你做一个 面积比较大的 一个过渡的时候 你那个光圈 尽可能放的大一点 但是也别太大 大到你的额头外边 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眉毛 眼睛 这样也不对 就是稍微大些 适可而止 这样你就可能 聊聊几次 四五次 五六次 就把整个额头 就做好了 它也不会显得很碎 只要是你的 吸取的圆点 A点和B点 是有规律的 它也不会显得很碎 那么当你做 这些图章的 五官的时候 尤其是五官 轮廓线的时候 就是要放小圈 就放小圈的目的是在于 千万别用图章 影响到 就是图章会有一个语化 千万别让这个语化 影响到你的 这个五官的轮廓线 当把这个轮廓线 做得很模糊的时候 你整个的人像 就显得非常的肉 就是不锐 很虚 这个人像就白费了 所以这个是图章的一个 就是使用图章的 一个小的心得 首先就是它两点 这段距离 就是一个 还有就是大圈和小圈的问题 另外的话 这个不透明度和流量 大家可能都有个 各自的一个标杆 有些人喜欢十 十的一百 也对 有些人喜欢 比如说中信会演 二十的五十 都可以 那我自己的话 我一般喜欢是 三十的四十 三十的四十 或者三十的六十 这个数值稍微大一些 我可能做得更快一点 当然现在 我也不怎么用图章了 一般来说 婚纱里边 可能会用的多一些 但其实我在 我在每次讲这个课程时候 就会说这个问题 假如说你的中信辉 玩得很溜 你像我自己现在修图的时候 也不用图章 就是中信辉 中信辉过一下 配合第二三 配合这个高低频 就把片子就出的差不多了 包括刷一些光影 你的中信辉 玩得很溜的时候 你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二十度五十 不是说的这个图章 要好好听课 二十度五十 说的中信辉的画笔设置 不是图章的画笔设置 别听混了 那么这个中信辉的时候 你如果做得很溜的时候 你会玩起来 修图 修得非常快的 其实你可以强迫自己提速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放慢一些三个小时 到现在的话 我如果说自己修这种肖像的话 我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四十分钟 就是修皮肤的话 就是四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 把一些细节光影 头发直接做一下 大概一个多小时 最长最长 一个半小时就出片了 那么这种是 针对于像素很高的片子 那么针对于像素不高的 比如说婚纱片 写真片 它的头像 其实没有这么大的 大概就是比较小 那个时候修起来就更快了 稍微判断一下 它的光影是有些 错乱的问题 直接给它一填补 加深简单 完事了 所以其实中信辉也是很快的 我之前第一节课 刚开始讲的 我第一期 第一期开始讲的时候 我可能还说 中信辉修的慢 但我现在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中信辉你只要是 天天练 哪怕一天练一张 或者是一个星期练一张 你试想一下 你一年后两年后 其实因为现在 这个修皮肤的手法 已经非常非常的公开透明了 就大家都会做中信辉 但为什么 好多人做了中信辉 那个皮肤修起来 感觉就很假 像是一个羊皮牛皮 这样的感觉 或者是蜡像 就原因是 它会手法了 它也会原理了 它明白原理 也会操作技法了 但是它不明白结构 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你 我每次在讲课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们 中信辉的操作和这个原理 包括一些图层建立的 这些方式 是非常的傻瓜和无脑的 甚至可以去录一个动作 直接观察层一上去 中信辉一建立 那么最后你修的时候 这个原理的加深简单 就是B 画笔工具B 加深简单也是非常的容易接受的 但是难就难在 你怎么能够把一块做的平整之后 过渡到整个的一些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不再变化的人像头像里面 在配合光线变化 难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中信辉不难 难的是结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刚开始说这个图章的方便快捷 对吧 然后再往下就是轻图章 也说了一些图章的用法 我会在基础课之后 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谈一下重点中信辉 中信辉其实可以极大的保留 你的皮肤质感的同时 还能修干净皮肤 还是做一个比喻 中信辉就像是你的手机贴膜 你买到一个新的苹果iPhoneX 对吧 你可以要贴一个膜 贴一个膜时候 你会发现包括贴膜带套 你都会发现 其实你的手 并没有和你的苹果手机 并没有和你的手机 去进行接触的 你都是在一个膜上操作的 都是在拿着 这种手机壳进行操作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当把这些东西打开之后 当把这些东西全都接掉之后 你手机还是崭新的 所以说你的中信辉的一个原理就在于 我看一下这个里边放过一个 关于结构里边 关于结构里边有 以前修过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修了修了两次大概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其实这个里边看一下有没有中信辉图层 有中信辉 但是不多就是刷了一些光影 你就看一下这个光影 我们正好打开这个图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图层三 图层三的变化 关键是在嘴 其实它的关键点就是在嘴 你看这个图层三 打开图层三之后 和关掉图层三的时候 这个嘴的感觉给你的印象 就感觉这个更平一些 打开之后那个嘴更翘一些 更翘皮一些 那么一般来说的这个 这个是之前修的一个 你看中信辉整体 中信辉整体的话 你单独拉开看的时候 这个皮肤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关掉中信辉图层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皮肤 是多脏还是多脏 它并没有好像是把你的皮肤 搞得非常的干净的感觉 就当你关掉这个 这个组 皮肤还是有多脏 依然是有多脏 那么你修了半天 中信辉是修什么呢 修皮肤上的光影 就是调控它的光影比 配比 不断地把这个光影进行调整 让它显得更加干净一些 所以你就做出一个这样的比喻 好像是你在调整一些这个 手机贴膜 弄来弄去的这样的感觉 任何操作都是在 这层保护膜上进行的 而不对你的手机屏幕 产生任何的指纹 就相当于你的原图也是 并没有对你的原图 产生任何的变化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皮肤的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 中信辉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你其实在修的是一个影子 就是在修影调 怎么调整它的影调 改变它或者是 让它的影调更加的增强 这个才是中信辉的一个 最大的它的作用所在 就好像是贴了一层面膜 接到这个面膜之后 你的脸还是你的脸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层膜上 进行操作的 那么我们快速的过完 这个消息上的一个 简单的皮肤一个客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操作的问题 实际操作我讲的慢一点 我说的更加的啰嗦一些 这个先关掉 都关掉 方便你们去进行一个 学习和记忆来看一下 刚才有同学问 这个是原片 这个不是原片 这个是转过的 昨天上课 上课的时候转过的 对吧 就听课别断片 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也不用给它去豆了 已经做了一个 新建空白图层 把它这个豆稍微点了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换一个书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的 怎么去建立观察层 观察层的建立 其实很简单的 点开你的调整里边 出现的就是找到渐变映射 首先黑白 这个是黑白的 黑白渐变映射之后 在它的渐变映射的图层之上 建立好你的曲线 那么二者 复选 Ctrl加G 给它做一个 呃 诶 变成英文了 这个叫做 黑白明度 明度 观察层 黑白明度观察层 那么在这个观察层 建立好之后呢 再点到图层一上 我们开始 Ctrl是否的加N 快捷键 给它建立好一个 中性灰头层 选中柔光 模式选中柔光 就可以天充 柔光 中性色 50%灰 好 这个时候点确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开始做一些 修图的一些 操作了 首先你在这个 黑白灰模式下 其实你也看不出一些 这个片子的脏和干净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曲线 压按 就我同学说 这个曲线的详细的介绍 有没有课程去讲 有的 基础课里面会讲的 但是今天我也会简单 先说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个曲线的界面 曲线界面的话 就算是你是老司机 你也听一下 其实我讲这个曲线 可能和你之前的理解 有些不一样 曲线呢 首先我们简单来去讲一下 它是分为四个通道的 第一个是RGB 点开RGB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红色绿色蓝色 就是把RGB单独拆开去 做了三个通道 红色 绿色 还有蓝色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不论是RGB 还是红绿蓝 它都是把这个 正方形的一个方块 给它对角线 一切为二 一分为二的 我们更方便 你们去理解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个小的问题 哦 谢谢啊 还有人送鱼丸 我都忘记这个东西了 看一下 我哪天把这个鱼丸提出来 给你把红包翻了吧 从开课到现在 我都没有提过那个鱼丸的那个东西 看一下这个曲线 曲线是一分为二的 一分为二的话 你现在 先别把它想得那么复杂 这个东西呢 你先试想把这条线啊 给它落下来 平行的水平的落下来 落在这个水平线上 那它就会出现 往下落 换成 换成一个平行的 这样一个线段 它落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你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 这条色阶吧 我们就把它 姑且当作为色阶 黑色 到白色 那假如说 其实这样它落下的话 应该是要比这个地方长一点 但是你就把它 理想的想成一个 等边三角形 当它这个角落下来之后 它又会和下面 这个东西重合 那么重合的话 你就可以相当于 把它理解为 它是一个水平线的 一个色阶 然后选 选做的涂层 水平线的一个色阶之后呢 这样理解起来 就简单一点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的地方 这个点 其实就是一个白 这个点 就是一个黑 说的再仔细一些的话 它是一个黑色色阶 我就写一个黑阶 这个就是一个白色色阶 白阶 黑白色阶有了 再往处看 这个呢 其实应该去稍微配合一下 我来看一下 正好先打开这个lightroom里面 去说一下 它里面的直方图 你只要明白这个 你就知道 你的曲线的打点 是在什么地方去用去了 正好有一张片子 你看一下 在这个直方图上 在这个直方图上 有这么多东西的 但是当你把鼠标 给它平行移过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曝光度中间是灰色的 就再往右边去走 会出现一个高光 它有个范围 再往右边走呢 它会有个白色色阶 对吧 这个是曝光度 曝光度其实就可以理解为 灰中间调 再往回走 再往左边走 有一个宽度的灰度 左下角这个地方 提示阴影 最后黑色色阶 那明白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线段 一般来说 其实我就之前跟你讲过 最高的这个点 其实就是你的白色色阶 就控制你的白色色阶的 这个点 但是它有一个范围 而这个范围的话 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大概是这么多 那同样黑色色阶 我会给它表现出 这么多来 再往左边走 它会形成一个高光 对吧 会有一个小的一个 高光的游去 但这个高光的话 可能它的范围 稍微的要比你这个 白色色阶要多一些 看这个 对吧 高光 我画了再多一点吧 不然和一会儿 那个中间量 可能接不上了 多一点 高光 同样这边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阴影 那看一下 阴影 那么中间这么一大段 曝光度 我们就先拿最简单的理解 你就可以先把它 当成一个曝光度 但是正常的中间量 其实不会和它们衔接的 中间还有一个过渡 我们先放一放 那么就会发现 把这条线分成了 一二三四五 五个阶段 那么五个阶段 你就把它当成 刚才曲线的那条斜线 就这条斜线 对吧 看整个这一条 这条是控制的 你的白色色阶 高光 然后开始的 大面积的中间调 然后到这边 有一阴影 最后是一个黑色色阶 这样的话 你就清楚了 你任何在这个地方打点 其实你就明白 我这个地方 如果说揪的这个点 来回动的话 就是相当于 把你的白色色阶 干嘛了 压暗了 注意这条斜线 我们先明白 这条斜线上的 打点的一些分布 然后开始讲一下 这条斜线的 上面这个三角形 和下面这个三角形区域 只要任何的点 就是任何的线 越过这条线 进入到上面 三角形的话 都是提亮的 相反就是压暗的 当你把白色色阶的点 给它收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做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 就相当于 把你的白色色阶 这个点在压暗 那么在它的直方图上 或者在它的一个色阶上 它会表现出 什么样的感觉 它这个白色色阶 就不是在这个位置了 它会往回走 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那么中间 空出的这一段 就被裁掉了 就不会有了 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色阶里边 你就清楚了 这个是有曲线的 当你把曲线看一下 当你把这个曲线 点开之后 它这个色阶窗 短了这么多 收进去很多 砍掉了一部分 看白色色阶降下去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色阶就短了一些 当你把它的曲线 放开之后 就是当你把这个曲线 关掉之后 它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它目前的 现在掉走的正常的 你会发现 它至少还是有些高光的 但是依然是没有白色色阶 就整个的片子里面 它其实本身就没有的 那么再往下 你看一下 这个黑色色阶 我们再动一下 哪个地方是提亮的 上面把这个三角形 提亮一下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黑色色阶变灰 那么这个直方图的色阶里边 应该是黑色色阶 朝右边 就是朝我们的右手边 往上移了 踩了一段 看没了 所以就是在后面 会讲一个灰色调 就灰色调 就是掐头去尾 留中间 就把这个头掐掉 把这个尾也掐掉 只保留你的中间调 掐头去尾 留中间 这个就是灰色调的东西 现在你先明白 这个曲线的打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当你 假如说 你要做出 对 所以灰色一般来说 是高级灰 你要做出一个 对比性的曲线的话 那怎么去做呢 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对吧 所以你会出现 我的亮的更亮的话 你想一下 哪个地方是控制 你的高光和受光的亮部 一般亮部来说 你可以把你的白色色阶 再加上你的高光 可以统称为它的受光 以及中间调 往这个亮部的方向去走的 这个一点点的环境 就 其实就是 右上角的这个小方框里边 你都可以代表亮色调的 你可以稍微往上提升一些 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就是左下角这个小方框里边 你可以把它随便选一个点 给它压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的片子里边黑白效果更扎实了 人像更立体了 但是注意有个问题 这容易出现黑死 这儿稍微过一点 就会出现过曝 所以先明白这种最简单的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参考下Lightroom Lightroom的话 打开在这个里边 在它的曲线色调里边 它的默认是这个感觉 就是默认是这样一个图像的 怎么去变成刚才我那个打点的 就是点你的这个曲线里边 在它这个点曲线里边 线性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小图标 就单击以编辑点曲线 就点一下 就可以重新控制点了 就相当于在那个PS里边 打开一个曲线图层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默认 其实方便你去理解的 首先看一下 它这个下面有个区域 就高光亮色调 暗色调阴影 你把鼠标放过去 对吧 出现一片叶子的 柳树叶子的感觉 那它下面那个字呢 高光就亮了 这个字就亮了 看这个高光字 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里整个区域就是高光 就是受光的 再往下走 有一个亮色调 亮色调 这个好像是个叶子变大了 但是这个叶子变大之后 你要明白它最粗 就是它的宽度 最厚的地方 是在什么地方的 其实还是在这个 右上角的那个小方框里边 就这个 就这个小方框里边 当你鼠标再往下走 暗色调 就好像是把那个 亮色调 那个小的 其实这个是应该叫 不能叫做叶子了 就是羽毛 鸽子的羽毛 给它颠倒一下 对吧 颠倒一下 就成为了暗色调了 最后又变成一个 小的一个柳叶 阴影 它的区域就是这么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明白 假如说我以后想让这个片子 亮的更亮的话 那我应该选择一个 亮起来 但是这个里边点得非常的难 就是它的阻尼感非常的强 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片子里边的人像的对比 就增强了 就是这个问题 这样的说完 你就稍微能够清楚一下 以后不至于你说 我说把这个曲线提亮 你也不知道开始提哪 我说你的高光太暗了 提亮一下 你在那抓下一样的 高光太暗了 我的曲线怎么提亮的 或者是整体提亮怎么提亮的 对吧 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关于曲线生产的通道 我先不说 这个是调色里边 因为我这样一说 可能基础弱的 就又更加的迷茫了 就又完全听天书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RGB 因为在这个 就是这个观察层里边 它也就是用到这个黑白RGB的曲线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对再说一个 就是你看一下 当这两个点完全水平的时候 其实就是灰 看完全水平的时候 所谓的中性灰 就是这个意思 就808080 其实就是说它呢 当它高光和 就是个白色色阶和黑色色阶 完全相等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这种纯粹的灰 所以在这个色阶的这个图像上 也会出现这个中间啊 中间一根棍 所有调子 全都给它浓缩 出现在 就是凝结在一起了 不分你我 大家都是灰色的 所以这个就是中性灰啊 中性灰呢 这个就是反向 对吧 这个就是反向 好 给它归位 来看一下中性灰操作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修中性灰一般来说啊 都是先从这个 受光开始去做的 受光去做的话 看哪个地方是受光的 曲线上 右上角吧 压按它 收进去 你可以收的非常狠 因为一般开始做的时候 都是先从这个 比较偏亮的地方开始去走的 我把它收到这个位置 开始顺 顺带的加强一下对比 把这个按的 再压按一些 把这个亮的稍微再 给一些 这两个点 别出现在水平啊 就是你出现在水平的话 其实 等于是中间往下压了一下 这两个点 稍微压下去一些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中性灰怎么去修 这个时候你能看清楚的 就是在额头上 有些不规则 对吧 它不是一个非常 圆润的 饱满的额头过途 它有些坑 这个坑的话 其实是正常的 一般人呢 在这个额头处 它稍微会有些凹陷 但是我们为了一些美感的话 不会把这个东西 表现得很强烈的 所以说在这个观察层下 把它的涂层选中 涂层二 中性灰涂层 快捷键B 画笔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画笔 这个是硬边缘是不对的 先选柔边缘 柔边缘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形状动态被打开了 检查一下 有板子呢 就要检查一下 把这个关掉 关掉之后 这个笔刷也不对 没有压杆 打开传递 这样才有压杆 好 这个时候呢 二十的五十 注意这个是画笔 而不是图章啊 再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前颈色和背颈色 红色和白色 这样是不对的 对吧 快捷键是点一下 D 就变成了黑色和白色 黑白相间之后 我们开始稍微控制一下 笔刷的这个 就是画笔的大小 就是一个括号键 左边的大括号 小括号 左边这个是缩小 右边是个放大 我一般是这样去点的 那好了 我们开始看一下 在修这个皮肤的 高光束的时候呢 就受光地方 其实都是以这个 白色画笔为优先的 就受光啊 所以B 切换一下背景色 把背景色切成前景色 点一下快捷键 快捷键是X键 点一下就出来了 好了这个时候 我要全局开始去做 就相当于刚才的画素描一样 我要把它归纳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不要把它放大 甚至把它缩小一下 缩到这个程度 我感觉差不多 好 然后开始我的画笔 等一下 我把这个条件 我老是压住它 压住它之后呢 总是显示一下 控制面板 在在在在这个功能上 快捷键啊 这个这个不显示 这个也不显示 不显示 无效 正好设置一下啊 对了 你们买板子啊 你不是问我吗 就是有些时候 你可能发现 有个型号的升级板 就是有什么快捷键 还有些蓝牙 还有些什么 其他的东西 没有用 全都选择 它的一些最基础版就行了 触控板 也不用显示 这样就 点下啊 哎 哦 它的触控环 怎么还有一些快捷键啊 等一下 等等 稍等一下 没有把它给它关掉 功能 触控环 自动缩放 无效 旋转 无效 全都无效 无效 这样就行了 哎 不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一个软 软件里边 都无效 不然费尽色啊 修了半天 等了老师给你 动来动去 这就行了 点半天 什么也没有啊 这样就好多了 好 放大一下 我们放大一下 看到一个全局之后呢 收一下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 这样就能看到全局了 好 画笔 在修之前呢 你可以在一个这个空白地方 不管是黑色白色 你都使劲去画一下 感觉一下 你的画笔的力度 就是用一个最大的力度啊 去看一下 看这个是白色的 这个是黑色的 感觉差不多 对 有压感 就测试一下 这个开始去修一下 首先呢 我要把这个黑色 把它这个受光地方 给它统一起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黑色 我应该是给它修走的 简单 完全简单它 轻轻的 边简单 边观察 轻轻的剪 轻轻的剪 一点点的往下剪 别一下子下笔那么重 边修边观察 一定是边修边观察的 这个简单的范围 画笔的大小 一定是要 就是你修的这个污点 或者是你修的这个范围 有多大 你的画笔 尽可能就和它一致 甚至是比它稍微小 那么半圈 小那么一圈 千万别比它大 比它大的话 你虽然说把中间的核心区域 你要处理的那个黑色东西 给它剪淡了 但是你会影响到周围的 那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图章是不一样 图章做这个过渡的时候 是越大越好 但是中庆辉修画笔的时候 就是你的 可以说是 指哪打哪 别来回的给它这个圈 给它放的那么大 看我现在 需要把这边给它扩散 像这儿有一条黑色的纹 对吧 我可能需要把这个 剪淡它 但是我需要对我的画笔的光圈大小 调整到 这块纹路的大小进行修去 那么这一块显得很 范围很大 我的画笔又可以调整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被我剪淡了一次 剪淡完之后 别对它进行一直的 揪着不放 你要看一下整个的偏向于 转到暗部时候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在于这里面有些白色的 显得很灰的 灰白的 那这个时候你看 我切成什么画笔 黑色画笔 为什么切黑色画笔 因为它慢慢要进入到一个暗部区域了 所以说黑色画笔为优先 正常的中性灰做完之后 你看那个中性灰图层 其实也是以黑色画笔为优先的 就当你把它 做成一致的 统一的 轻轻的来回图 轻轻的来回图 不是点一下的 我是轻轻的来回图 我涂一涂我就把笔拿开了 就是说涂完一下之后 我就这样去离开它 轻轻的来回图 包括这边也是加深它 整个暗部这些地方加深它 看一下整个的额头这边 简淡它 对它简淡 也不会对它简的非常淡 就稍微淡化它一下 稍微稍微的淡化它一下 然后对它周围的受光地方 给它轻微的加深一些 就是显得亮的稍微暗一点 暗的稍微亮些 这样的话 它们二手就接近了 就不会显得那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吧 稍微拿黑色给它过一下 然后再切成白色画笔 一边中性灰图层可以过得很粗糙 也不是很粗糙 就是大面上 大的这种光影的调控 给它做的过度的 是看起来稍微自然一些 你中性灰应该是要做两遍左右 就第一遍是一个大概的 中性灰一个检修 然后第二遍看一下进行一些精修 中性灰的一些其他地方的处理 那么它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继续把这边去稍微处理 这个时候稍微放大一下 可以稍微放大一下 调整一下曲线 修这边 修这边的话 我开始把我的曲线稍微的看 把这个点稍微放出来一些 看清楚暗部了 对吧 把它提亮 做一个反差很大的这样感觉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我看到这个黑色里边 就是暗部里边 有多脏了 选回来 注意选回来 选到图层2 继续看黑色画笔位 又先把这些暗部里边出现的 这些小的一些白色的灰色的 都给它加深下去 先给它统一进去 轻点 别太重 你们下笔尽可能轻一些 就轻到你 其实每次做的时候 你眼睛能够发现 它有一些变化 中性灰还有一个好处 它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程度 就是看你的黑白灰的眼力观察 你能看到多少的一些灰阶 那么你的中性灰就做的有多细腻 对吧 关键性的原理清楚了 那剩下的问题在于 能不能看到还是一个问题 你光清楚了 但是你看不到 不会控制曲线 那么会控制曲线的 又看不到这些东西 那一样是白搭的 做完之后 这个中性灰还是显得很粗糙的 所以包括你们教来 那个作业 我就会经常说 颜色脏 其实是中性灰做的不到位 所以好多颜色是上不去的 颜色的这个色彩的纯度 色彩的一个纯正度 其实和你的这个 素描基础里面的明暗关系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当你的皮肤显得很透的时候 光影关系做的很干净的时候 那你上色也是上的 就非常自然的 但是当你的这个明暗关系 做的并不是很干净的时候 你上色之后就显得非常脏 看这一边有个很明显的一个过渡 就是很明显一个交接 这个地方 看一个窝口 那这样其实是 不会让它存在的 我们怎么去做呢 黑色画笔 先把它周边这个过渡 关掉打开这个小眼睛 就看到前后对比了 开关这个小眼睛 所以做中性灰的时候呢 不断地去开关你的小眼睛 去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黑色 把它这个边界 给它延伸出来 给它进行蚕食一下 把你的过渡的中间调 稍微蚕食掉一部分 其实也是要做一个统一 就是把这块衔接先做好 那过渡 其实中性灰还有个难的地方 就是高光比较简单 但是中间调的过渡和暗部的一个 中性灰的皮肤处理 是相对比较难的 你可能问好多人都说 他觉得高光做起来很简单 对 高光其实基本上都是在 拿白色画笔 简单它 中间调很难 中间调你要去判断一下 它是慢慢变亮了 还是慢慢变暗了 尤其是还有这个暗部 暗部这个时候不是说 拿白色画笔把你看到 显得很黑的给它提亮就行 不是的 而是说反着来 用黑色画笔 把这个暗部里面 好像是显得很脏的 这个黑色块周围的白色 给它压下去 这样来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块黑色的霉 对吧 放在了一个白面中 那这个它就是很脏的 那这块你就显得格格不入 你的方法 其实把这块 有两个方法 把这个地方修干净 第一个方法 是把这块煤炭 拿走 再撒一些面粉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很白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 在这个面粉上面 撒一些碳粉 煤炭的粉 撒的黑一些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我的这个黑色块 就越来越显得清楚了 其实这个和绘画基础 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看你刚才问了 一个绘画基础是吧 这些细节脑子 脑子里面没有概念 多做 这个和绘画的 没有关系的 像这一部和绘画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像很多修图师 其实没有学过画画的 很多修图师 其实都没有学过画画的 我这个是属于特例 是属于野路子 也有可能 就是你学过画画 你会发现 学过一些美术基础 你进入到这个 和美术相关的各行 各业都很快 就是我学修图到 自己去单独去讲课 也就两年 黑色压白 白色减黑 也不能这样说 也不能这样去简单的总结 你要去看情况的 你看这个时候 我把它的黑色 压下去了 压下去之后 你看这个地方的那块 那块过渡还在吗 对吧 它消失了 你关掉这个观察层 你看一下 额头这边就均匀了 但是这样去 你去判断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光线 其实在这儿 是慢慢的有些 稍微有些亮的 所以说你简单的 往下压的话 也不完全对 我们后面要回去 收一下 你先做 中信辉你可以 可以先做 做的时候呢 想一下结构 你想额头结构 这个额头结构 是最简单的 把这个 把这个打开 把这 擦掉 它就是一个弧形 这是整个的人像的 结构里边 最最最最最 简单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弧形 带的一个金箍咒 圆圈 所谓上弧下弧 都画一个上弧吧 这样的感觉 看绕过去 两边转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当成 这种圆柱体 去进行判断去 对吧 圆柱体 所以说 你看你的额头 在有受光 不管是受光 还是背光 其实在圆柱体 这两边 它都会有些暗的 都会有些暗的 往下压的 除非是你的光线 就是正侧面 水平的正侧面 打过来 这边就会亮 但是一般都是 左侧四十五 或者右侧四十五 而这个圆柱体 最突起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吧 就在这些位置吧 所以说 它的高光 一般存在于 这些地方的 额头是最简单的 你只要明白 这个额头的一个 基本的形态之后 配合你的中性灰操作 加深一下结果 看关掉传递 关掉形状动态 打开传递 其实可以自己建画笔 建画笔的话 我后面去说吧 我们一点点的吸收 把这个边界 我再做的更自然一些 继续黑色画笔 黑色画笔 轻轻的给它过渡 轻轻的给它过渡 对 过渡 不是有句话就说 我们就是 看起来越简单的 其实是 眼力也很重要 就是看起来越简单的 其实也是比较的 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真功夫的在里边的 就看起来很多花活的 不断的给你在那 吸引眼球的 那些反而是好弄的 你像 学画画的最 难的最简单的 就是素描 素描伴随它 从它开始接触绘画 就一直在画 素描和速写 不是 唱那个蛋炒饭也是 对吧 你们平时做不做饭 确实是蛋炒饭是最难的 最简单也最困难的 它里面说的那个词 都是对的 你只要去做一个蛋炒饭 你就发现了 做错了 Ctrl Z 可以恢复 Ctrl Z Ctrl Alt加Z 继续往上恢复 不断的恢复 就可以了 假如说你就是完全 做错很多步的话 你看一下 我点开这个图层2 中性灰画笔图层 其实我是很柔和的 你们看一下 对 素描过来才会让你学色彩的 学水彩的 你看这就是画过画的 你的图层2里面 你去看一下 你们的图层2 我会发现 就是也不是图层2 就你们的中性灰图层 我会发现那个画笔 就非常的尖锐 用的力度很大 而我就是好像是在这续绵画一样 就很轻 解决问题就行了 看这个地方的问题 额头这边的问题 就完全保留 这个上面的一些痘痘点点 但是其实你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光影给它补全 那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往下 这边先补一个大概 就是别盯的一个地方 盯的太久了 盯太久的话 你可能会绕不出来的 就心里边一定要想到 把这个东西要干过去 那这个时候再压暗再压暗它 再压暗它 你看整个这个地方 它的一些光影过度 在这一边就不是那么碎了 对吧 这个时候再看一下你的高光 高光我们可以先放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颧骨 其实这张中性灰好修 并不是很难的 它的皮肤不是很脏的 我们把一个比较 有问题的地方开始做一下 这一块 你先发现问题 这一块的 稍微放大一点 你们平时修正性灰会放的多大 对吧 是不是会放的非常大 开始这样去怼的修 完全没必要 黑色滑比威优先 把这些白色的 刚才有位同学说的就很对 其实关键也是练一个眼力 就有些时候第一节课 你们会发现 其实 我修的 其实你们看 就完全看不到 就是看不出来 但是当我修完之后 我点这个前后对比 你就发现 原来修的是一条白色的东西 看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在最开始 哇 你们放那么大 快以后千万别这么修 要修的 最后这几个 这个先不动它 这个先不动它 我们只是说 先处理一个大概的 最后还有个细节的 你要先最开始的时候 眼睛 眼光放远 别盯着那些小豆不放 这些小豆 这些小豆 包括这些雀斑 包括这些明显的 这种所谓的一些 这种起的一些豆 都是最好搞的 都是最好修的 你眼睛不要盯着这些 这个就是要留留 要去去一笔的事 不管是污点修复化比 还是中性会 就是一下的事 关键男是藏在这个豆之下 这个光影的 看似干净 但其实是最脏的 这些地方 你们交来的中性会 包括网期同学 交来的中性会作业 都是把豆干得很干净 那是最简单的 但是这个男的地方 你反而是动得不足 就好像是 你其实自己 自己还挺 那个那个 怎么说的 挺辛苦的 我修了不少 对吧 为什么将来作业 就会说修的不干净 但最后我一压 这个曲线 你就会发现 确实修的不干净 我一把曲线一压 然后我给你修一个局部 你会发现前后差距了 要修的都是这些 而且你们 不让你们平时 自己做电视的时候 包括自己在修片的时候 修婚纱 反正我现在 我之前出过一次事故 修婚纱 把那个人的痣全都点了 到最后 人家需要把这个痣 再加回来 从那 从那次以后 我就再也都不修这个痣了 留着对吧 加质和点质 那个工作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点质的话 你直接一下就点掉了 其他的话 你找到原片 调一下颜色 看一下光影 放进去 一张张的放 一张张的调 六十多张 开始不断的都是那样去调的 所以以后 我也就看到这个痣 就先放的 先不动 要么就是先问一下客人 你这个痣要不要 要不要留 对吧 你像这一边的话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就直接对它进行一个 简单的一个处理 简单处理就OK了 我们那会儿 哪有那么多人 去做的 直接就是一个后期 后期还干其他的事情 选片取件催件 给客人打电话 给工厂打电话 整个那个时候 上午就不休片了 上午过去先开会 晨会 晨会开完 四个人也要看晨会 我们那会儿 挺搞笑 开完之后 开始给厂家打电话 给客人打电话 客人下午来取家 把他的所有的东西 全都给他安排好 吃完中午饭 大概是 一点开始 才修片 以前自己做 那个小的工作室 就是下午才开始修 上午就 修不了片子 你很多的杂事 你要去处理的 包括排片表 反正其实这个东西 挺锻炼人的 你们以后要想 做一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尝试的一个人 把这个事情 全都做一做 对啊 包括接片啊 你接单 你也要上的 我们那会儿 就没有门市 就只有一个门市 有的时候 你周末来的人 很多的话 你所有的这个摄影师 摄影师要拍 他走不开 对吧 化妆师和后期 走到前台去 跟客人去介绍套戏去 聊天去 开始 试一些 这个 选一些衣服去 什么事情都干的 其实人这个东西 他没有说什么 会什么 不会什么 都是被逼出来的 都是你需要做这个东西了 你不做不行了 对吧 你会发现 做了还不错 做的还挺好 看这边 我需要把它压一下 把这个 口轮杂机 这一块 法令人附近的 这些地方 修干净 切除黑色画笔来 就是你们以后 尽可能强迫自己 在一个黑色画笔的环境下 进行修图 而不是 分分钟就想切白色画笔 把这块黑色给它修掉 别这样做 包括正好顺带的 就到了这一边了 其实这个中性灰是很简单的 你们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在这个里面 是放了一个新增肖像 那个新增肖像的中性灰 是稍微有些难的 包括转片也有些难度的 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压进去 继续黑色往下压 我都是拿黑色往下压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嘴唇上边的 这种好像被猫抓过的 这种划痕 给它统进来 反正前几节课的中性灰 我做的尽可能慢一些 第一周的中性灰的操作也好 包括它的一些进度也好 都做的稍微的慢一点 等到第二周时候 我们就需要加快进度了 因为里边会涉及到一些 肤色统一 包括一些肤色的一些校正 对 之前就是白色就把它修掉了 不对的 那个东西修掉之后 你就完全没有质感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 不敢用黑色是吧 其实黑色脏不了的 就是用好的话 黑色是脏不了的 你看这个下巴 下巴颗这边 这边的话 我也是用黑色的 黑色里面把这些 泛白给它添起来 添起来 添起来不是完全的 给它统一到一个黑度里边 不是的 就轻轻的先把它 那个显得很亮的东西 给它稍微的压进去 因为你的高光 其实在这儿了 看到了 你的高光最亮的地方 是在这个位置 剩下这些都是过度 都是过度 包括这些地方 对 你只有压暗才有质感 包括你看 一白遮白的时候 你亮起来怎么弹质感呢 只有在明度收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后面会讲 就是 鞭子的质感 怎么去出 降明度 降宝盒 才会有质感 提明度 质感会丢的 你像 以及一些 所谓的一些 日系的小青星 它的明度都很高 你看那个时候 怎么说质感的 没有什么质感的 它都是一些 玩掉性的东西 干净 清爽 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拿黑色画笔 稍微加快一些速度 今天我就做的稍微的多一点了 因为 刚才讲的这些结构已经 先说过去 其实结构 你就想 以前画画的 你就远都不用说 你就大学五年时间 还是在干结构 五年的课程 怎么可能在两节课 给你去讲完 对吧 只能是带一个大概 对 我们大学是五年 其实严格算是六年 最后 第五年 第六年 都是进 老师的一些工作室了 这个时候看 白色画笔 白色画笔 把中间有些那种 非常黑的这个东西 给它轻轻的减淡 其实你都是 把这个黑色和白色 往这个灰色上面去推 发现没有 深灰色方面 这个上面去推去的 再推一些 再看一下 对吧 这个下巴就 平整一些了 但你会发现 黑色黑色黑色 黑色有多少 白色就是123456 大概就是12344下 其实其他都是黑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继续黑色 也是五年是吧 你这样 如果说在国外上的话 可能年限会更多一些 有些 像一些艺术院校的 都是会达到六年到七年 就第一年 它会让你学语言 学语言一个 也不会让你选专业的 就综合性的 到第二年时候 你会针对你的 自己的报考专业去 选进去 加深还是黑色 还是黑色 继续往下加 继续加深下去 这边也是黑色 其实黑色不容易脏 我跟你说 黑色控制好的话 它其实不脏的 你们千万要改变这个观念 并不是说是白色刷白 刷白的话 你在黑白模式下 看起来好像是干净了 但其实你关掉 这个黑白模式 你一看你的片子里面 都是灰灰的 脏脏的 发青 肤色发青的原因 就是在于 你想一下 你的肤色都是红色和黄色 包括橙色的一边 你拿这个白色刷的很多的话 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 红橙黄 都是在不断的在剪的 剪的话 剪去红橙黄 其实相当于在加青色 这个是颜色的互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黑色画笔 看这个地方的角 看一下这边 这一块小灰的一个角 这个小灰色的角 其实要保留 但是你 不应该让它这么明显 不应该让它这么灰 黑色轻轻地加深一下 再加深一些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至少我动过的地方 感觉像我动的不多 但是它整个的一些这种 过渡啊 包括一些面都做的 尤其额头这边动的是比较多的 都已经接近于一个 很自然的状态 那剩下的问题在于一些细节 我们开始看一下 我最开始选的就是 金龙做中性灰 但是又不用做很长时间的 那个片子 所以说你们会发现 这个就很快 我们先看一下眼睛啊 眼睛我觉得 它这边肯定要修一些 看这边它有些角质 好像要掉皮的感觉 给它再往上提 看出现这种菱形块 看什么时候放大 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要放大了 好 开始来看一下这个角 怎么去做掉 有快速方法 我们在后面会讲 我们先把这个中性灰扎实一下 黑色 黑色画笔 把这个受光的这块 给它压进去 这个要准啊 要很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加大一些力度了 增强力度 要修的 过一会儿要去 一个这个 做一个曲线 去看一下白色这个装面 但这个要修的少 化这种装 其实很快速的 你会发现 但是很出效果 遮盖到 你的皮肤的这些片子 都很快的 我们这张片子 大概 我看明天能不能修完它 如果快速的话 顺利的话 应该明天就差不多了 正好明天周四 进阶课第一周 讲完 然后周五周六 讲基础课 基础课就从软件开始 软件的设置 因为这个Photoshop CC 2018 它更新之后 这个软件 你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卡 其实有些功能 你不需要的 关掉 关掉的话 会显得更快一些 包括你的这个存片的 存片的这个 整存盘 选择都有些问题 基础课第二节 就会讲那个色彩的输入 一输出 你们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修的片子 对吧 修的很干净 修的颜色很 很棒 但是一出片就毁了 一出片就发现 这个颜色就跟屎一样的 怎么回事 包括你自己同样的电脑 对吧 同样的自己的电脑 修完片子 在Footoshop里面 修完之后 显得很干净的 舒服的 但是在这个看图软件里边 色彩就变成另一种感觉了 其实都是一个色彩模式 色域的 色彩的色域模式不一样 造成的 看这个地方 不断地用黑色 黑色黑色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这种 一次过渡 你先关掉 关掉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打开关掉 打开关掉来看一下 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稍微再放大一些 因为我现在需要 对它的一个 黑色进行剪淡了 就是里边毕竟是有一些 这个显得很黑的 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把它拿白色稍微剪一剪 稍微再往下 简单 简单一些 再往下简单 这边也是 继续简单 我是会在这个中信辉讲到 就是人像课程 讲到这个倒数几节的时候 把这个插件 包括第二三第二四 跟你去说一下 如果你们平时自己修片 召集的话 你也可以来问我 因为有同学就 也也问过 怎么去做这个第二三第二四 你们问这个第二三第二四 哪里可以下 第二三我给过很多次了 我第二三有 但是第二四没有 在 在我潮对吧 找东西 就是淘宝 微博淘宝 找的巨款 以前还有个百度 现在觉得百度 摆出来的全是广告 你要找一些东西 淘宝 微博 所有东西都能找到 几乎啊 几乎是都能找到 继续拿这个白色画表 把黑色里边 给它简单一下 这个地方就越来越 不会做的那么的尖锐了 感觉 看这一块 就不会出现那种 掉皮掉渣的感觉 好像就是9块9 对 有同学那天跟我说了一下 我之前买的都是正版的 因为我想了想 对吧 我靠这个吃饭 还是支持一下 这个Adobe公司吧 也不容易 重返中国区 就买了一套全家桶的正版 8块钱 又降了 减下去 你们要是就是 找这个破解软件 其实淘宝上也有 它都是好像 远程安装了 现在好像都是 因为之前好像淘宝 打过一次 这个所谓的一些 他也是为这个Adobe公司 重返中国区 做一些准备 他就把淘宝上一些好多 之前卖软件的非常多 对吧 你一搜就有 但现在你一搜 可能寥寥无几 非常少 正版的一个软件 一年是3000多 好像是 然后我买的是订阅版 就是有个订阅号 订阅号的时候 它现在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你们公司买了 你们公司买了 建了一个组 建了一个组 这个组可以邀请 你的公司里边的员工 去进入这个组 进入这个组之后 你可以共享一下 这个正版软件 然后淘宝上也有 也有卖这个东西的 就把你加入这个组里边 好像是企业版是 1800还是1000几 我忘了 学生版现在也很少了 学生版好像是900多吧 但是它就是一年的 就是按年算的 其实你现在很多人 也会破解的 你从官网上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 下一个正版 点试用 别运行 然后再下一个 破解的一个替换的补丁 就是A开头 那个软件 都有 都支持的 只要是正版 它还能不支持 这些软件 对吧 好像是 你可以选择套餐 还有支持两台设备 就是三台 多台设备的 看一下这边 但是我不是说 你们一定要用正版 这个就是说的 之前我自己也用盗版 很多年 这边我们先放下 因为在这些里面的小点 还需要进行一次处理的 你先把它的一些 关键的问题 给它先解决一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眼睛的内部的眼眶 包括在眼带的附近的 一些光影的一些变化 所以说中庆辉 这张片子的中庆辉 是很简单的 你还真没遇到过 那种难的或者是一些很复杂的 对吧 有一个插件 所有都可以破解的 我看你刚才说了个什么 怎么 等一下啊 可以画 但是我 不用浪费时间了吧 我第一节课就是拿这个东西 去分析的 第一节课就是拿这个眼睛去讲的 继续把这边去收一下 第一节课还是第二节课 第二节课对 第二节课 昨天的课程里边 昨天课程里边 我就拿这个眼睛去讲的 光影分布的 就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去做了啊 但是我刷光你的时候还会讲 因为这个眼睛 包括中庆辉 你做完一次之后 都会再进行光影强调一下的 眼睛过去 我们来看一下在眼带的部分 参考昨天的课程啊 我就不浪费时间再去这个这个 再BB一遍这个这个光影的一个分布了 对 上节课就画过了 眼睛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眼睛上有一个 对 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眼睛上有一个这个过渡 过渡往下 往下过 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 我们把这个阴影给它重新的安排一下 它里边有些锯齿状的东西 加深塔 看还是黑色画笔 你们听完今天这节课 你们就去想想 你的中庆辉是不是做完全是白色画笔 全是白色画笔的话 自己狠心一点 对自己狠一点 一个删除键 重新来过 因为我学画画 这一路上遇到这个老师都是挺好的 就是之前自己不懂事 我总觉得这个老师事逼事逼的 老师把我的这个东西打回来 但后来慢慢现在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要对你的作品负责 就是你要对你的这个牌子 这个东西是谁画的 这个东西是谁做的 某某某去做的 当时我的那个 大学老师就是这样要求 就是我对 他就跟我说 就是我对别人的要求 可能你自己觉得都不公平 为什么别人去画出这个东西就过了 而我交了这个作业上去 就被圆 完完整整的就打回来了 我当时也很不明白 为什么别人80分就能过 我88分都过不了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你的天赋不仅 并不是到了这个地步 你完全没有去 把这个心思画的这个地方去 就是你以后要记住 你所画的画要署名的 是谁画的 是谁做的这件事情 当时我是记住这段话是因为我很生气 我说这他妈就就就就就 完全是一个傻逼 完全是在折腾我 别人周末都可以出去玩 我就周末还是在赶作业 但现在却就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做每做一次作品 你每做一次东西 包括每讲一节课 你都要说这是谁是谁讲的 这是谁是谁做的 得叫一下针 你才能真的提高一些 眼睛 把眼睛这个局部给他过渡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眼袋这个地方 眼袋其实在 我也是被逼出来的 以前我的老师要求太高了 在这个地方 我把眼袋轻轻地过渡一下 这个放得太大了 没有必要这么大 然后这个曲线也需要改一下 下面都太惨白 恢复一下 对我全是遇到这样的老师 不管是在 之后在上海的一个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做动画的时候 接触的一个老师 也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样的老师 别人都能过来 就我过不了 别人比如说 别人做出这样的东西呢 很正常 就可能是他的一个极限 你做出这样的东西 就完全没有用心 大家都能画出 一个踢球动作 你也去做了 不行 你再想一想 就每天属于这种烧脑的节奏 就真的就逼自己 天天在逼 看把这个眼袋啊 其实都有一些界限的 把这个界限给它慢慢地消失掉 黑色画笔 依然是黑色画笔 所以你们再想一下 就对你要求 对你要求很低的 我的简历 我就是中央美院毕业的 中央美术学院 我是零二届的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简历 你们就可能发现 可能现在百分之 不敢说百分之八十吧 大概百分之六十的人 来报我的课程 都是因为看了盗版 你们可能会发现 我自己也不宣传 这边过去一下 有些人都是因为看了视频 才搜啊 搜来搜去 都找不到我这个人 好多人在报了名都感慨 这么难找 对是吧 一是我懒得宣传 我觉得折腾来折腾去 很费劲的 很多很多 所以我也 因为在中国这个盗版 在中国这个盗版 其实你是管不住的 你费劲 你找什么法务 哪有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给 给你一说 对吧 严格来说 你自己都属于不正规的 对那个大群 我可能平时不怎么说话 好 不是有同学就说 在微博搜张雷 对吧 你可能会搜出 那个所谓的 一个谁的经纪人 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说那个人的粉丝 从一万涨到了七八万 他们说是因为我的课程 还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 但是我其实微博 不叫那个的 那么这边 这个时候是白色画笔了 注意啊 注意我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换成白色画笔了 太长了 我觉得那个东西改得太费劲了 我自己登录都觉得太费劲了 对很多人其实 这样把你看这个课程简介来报名的 其实也不是很多 大多都是 现在都是一些 转介绍了 看到版了 看一下眼睛 眼睛的下半的一些 里边 现在可能 平时都在 更新课件 还给加错了 不宣传 我也不是营销号 就是 但是那个里边 一万三千多的粉丝 全都是 活粉 都是一点点的 加起来的 他们 把这边加深 加深一下 再加深一些 到 到版还是一击 加深 继续加深 继续加深 把这条过渡线 给它藏起来 你看 其实做中性灰 第一次时候 有点矛盾 就是你 并不是强调 明暗交界线的 而是把这个交界的地方 给它藏起来 让它过渡 更加的圆润一些 看一下这边 然后我们开始 看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 加深一下 加深下去 压下去 然后做出一个 比较强的对比 再下去 好 看一下这边 你看这里边 有很多的点 对吧 非常多的点 白色 这个时候需要白色了 看一下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 放大一下了 这种小碎的 这种脂肪力的点 是不一样的 对 中性灰就是一个 层次的过程 中性灰就是一个 推层次的过程 过程 过程 白色继续 简单它 你看 今天才到一个正常的下课点 对吧 但是我 这么早下课 有点不习惯 很多人都是 着着急急的 对吧 把粉丝变现 圈粉 然后弄点东西 搞点花头 开始 好多人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好多人都是 讲课的很多 讲课的很多 但是 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 我之前 我记得 我在讲第几期的时候 可能 第六期 还是第七期 第八期 蛮早的 我就跟 他们说 我大概会讲 二十年吧 远的我不敢说 至少我会保持 二十年这个 课程的更新度的 看来习惯了 是吧 慢慢就习惯了 我这个课程 可能就是讲的 时间长一些 像现在还是 稍微提前一下 因为之前八点讲 我最早是八点讲课 八点讲课 很多人都 尤其是上班的 上班的同学 你像下了班回来 尤其是在北京 上海深圳 这些很堵的 跨度很大的 路程可能要两个小时 要一个多小时 就这种 显得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时间很着急 后来改到九点半 九点半 感觉太晚了 对吧 最后又改成九点 最早的讲课 就是八点讲到 十一点多 十二点 就是一讲三四个小时 现在就是改一改吧 这个作息 稍微调整一下 其实按我自己讲的话 我还是喜欢八点讲课 八点早早开始讲 光讲到十一点 最后发现 你们都熬不住啊 以前上课 八点上课还休息的 八点上课讲到九点 九点半时候 稍微休息 那么几分钟吧 然后继续开始讲 这块黑色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些 它应该是色斑吧 有些这个豆的一些斑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处理这个地方 首先切出黑色画笔 把这个画布缩小一些 黑色画笔的话 我们把这个豆和豆之间的 这个泛白的地方 给它加深一下 黑色加深一些 稍微加深一些 继续加深一点 包括这边也是 上节目就快睡着了 贫困的很多的 把这边继续加深 再加深 你们想要不困呢 你们想要不困的话 其实上次不是说 这个人类的一些 所谓的进化的问题 可能我之前也讲过 对吧 23期也讲过这个问题 马赛人 非洲大草原上的一个人种 马赛人 下午看第一节课 看的困 你别下午看 下午我自己都困 下午我自己 讲作业都困 有人听说过马赛人吗 看这边 我自己听课都困 我那会儿在上 刘洋老师的课程的时候 还是面受 都困得不行 就两个人上课 我们那会儿 听的在后边就是 晃头晃头 困得就受不了了 都是黑色加深 都是黑色加深下去的 对 马赛人 裸眼视力8.0 弹跳力也是很惊人的 长得细长细长的 以前就包括我们现在 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种 跑到非洲大草原 你看到狮子 对吧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是自己跑 赶紧跑 能跑多快 跑多快 看到狮子 豹子 老虎 没有老虎 就狮子和豹子 赶紧跑 赶紧跑 但是马赛人不一样 马赛人远远的狮子 看到马赛人 就是拔腿就跑 赶紧跑 有多快跑多快 根本干不过马赛人 他们有一个成人礼 长到12岁的时候 就要去猎一头狮子 但现在改了 这个狮子已经都快被他们 就是干的已经 兵临灭绝了 都快 马赛人其实就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都是从智人过来 但是他们保留了一些 我们这种祖先的一些原始技能 罗眼势力8.0 什么意思 8.0 自己想一想吧 你最好的势力5点几 对吧 8.0 鹰的眼睛 一点都不夸张 原地弹跳高度好像是三米几 三米几还是两米几 两米几好像是原地弹跳 不住跑 你看那个马赛人 对 你们看那个三星S8加 三星那个发布S8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这个广告吗 就开始有 他把那个边框全都给他弹掉 就是有一个动作 有一个镜头 就是一帮非洲的人在那跳 跳跳 那个就是马赛人 那个就是马赛人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在那一直跳跳跳 把那个手机那个边框给他跳的 框给他顶开了 那个就是马赛人 都是从智人进化过来的 很厉害的 马赛人太可怕了 你想人类以前其实是 也是挺厉害的 都是被 都是被环境所逼出来的 我视力500多 我视力也是500多 最好时候也没有看到了 那么多5.0 可以的 过一会儿就给你看这个中性灰图层 我现在做的比较细致 我们把它缩小 看一下这边 开关开关 看一下这边的痘 你看一下中性灰图层 我的中性灰图层很少的 看到没有 非常少 不像你们做的那么多 但是少呢 不代表解决不了问题 最精准的 使的力度是最小的 别吐泥带水 直接开始点 马上就会发现 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了 解决你的很多问题了 那这边 所以以后做中性灰 别在那 就是好像是 我是在做中性灰 不断的在学 刚刚的在去做 你们发现你做了半天 无用的地方很多 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额头 加深的这边 把这边加深一下 对 你们就是不懂取舍 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该做 什么地方不该做 这一点呢 我可以就是 上啊 就是正式的就说一下 就确实是沾了这个 画素描的光了 就知道什么地方该做 什么地方不该做 当时我记得 我和刘阳老师去学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 我就想到 这不就是画画吗 这不就是在 画素描关系吗 加深简单 加深简单 框框的这样去做 我就觉得当时 这个就很好玩 这完全是在画一幅素描 可能没有接触过画素描的时候 都是在说 加深简单 这个地方 加深那个地方简单 那至于为什么 可能说不出一二三来 其实都是结构 结构和光影的变化 看这个时候 我又是黑色画地 一般来说 我们的发际线 就发际线附近 其实应该是压下去的 对 还有就是调整把握不好 压进去的 不应该这么亮 太亮的话 你也会把它主动压进去的 露头皮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不管是商业摄影 还是你正常的一些 人像的一些日常的拍照 露头皮 都会显得这个人不健康的 所以一般来说 在这个头皮区域 都是拿黑色画地 给它收进去的 显得毛发不旺盛 对吧 这个时候就显得人 并不是很健康的 脱 脱发 脱顶 这样都不对 拿黑色画地 把这些泛白的 都给它加进去 这儿有些黑色的 对吧 这儿有些黑色小 颗粒一样的东西 那继续拿白色画地 给它轻轻的减淡 轻轻减淡它 一点点的 别把它消失掉 就是只是简单它 注意简单和修掉的 这个词是不一样的 简单和修掉 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人间的话 先不用动它的 先别动它 这边其实到上面 要对同学说过 就是要补头发的 有商业箱像里边 补毛发是很多的 非常多的 都是补一些头发 我们把这些地方 拿黑色画笔 再给它收进去 收进去 收下去 收下去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湄公 湄公上面 碎发也是要修掉的 碎发有些时候 修掉需要进行直发的 画头发 后面都会要讲的 我上次的毛发 我没有讲完 然后放到夹课的时候 对啊 刚才上节课说过 你们那个婚礼 尽可能再多找一些片子 光是在站在窗边的 那个东西 没有什么可讲性的 湄公我们稍微的 把它压一下 在这地方 但是保留在这个 湄公往上翻的 这个高光 注意这一块 就这一片 这一片 你看我这片 并没有给它补 就这边 看一下 对吧 我保留这个小尖的 这个要留的 继续拿黑色画笔 把这个 湄公以上的地方 都给它做一下 把这些地方 都加深一些鼻子 我还没做的 我要保留它的 所有雀斑 雀斑保留 但是把雀斑的皮肤 上边和下边的东西 都给它去做一下 包括在 湄公往上走的地方 婚礼场部 婚礼场部 你可以找一些场部的图 大家现在做婚礼场部 都很喜欢做暗亭 户外 我觉得婚礼摄影师 真的是很苦的 婚礼摄影师 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 发家制服就看那节课了 你可以找一些 你的场部的图 多找一些 多找一些 我们可以讲讲 其实我早期的时候 讲过一些婚礼的片子 但是现在让我们去 放那些早期的 包括我自己都 想不起来我哪期讲过的 但是我确实有印象讲过的 婚礼场部 有一次我讲过的 还把那个暗厅的天空 给加了星空 加了一些合成 以前讲的东西就很 怎么说呢 就稍微有些杂 稍微有些杂 但后来慢慢讲的 多了之后呢 就是把它归纳成一个 体系的课程 找一些场部啊 找一些场部给我发过去 婚礼摄影师真的是 很苦的 以前我也拍过婚礼 拍过一个夏天 去年的 拍过一个夏天 那简直就是 尤其连拍的时候 五月份 十月份 婚礼忘记的时候 你很高兴对吧 接了很多单子 你发现第一天拍完 你很高兴 第二天你还行 第三天你就发现 快起不来了 流行 照星空 第三天你就发现 你就要爬不起来 这个床了 你的 所有的这种 闹钟都是从四点开始响 四点 四点十分 四点二十 四点半 五点 五点半 五点半 总要 大概到了五点 也得爬起来了 太那个 怎么说呢 对 婚礼摄影师的 经济来源最好 我隔壁 我 对 我站我们娘家的隔壁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 婚礼摄影师 在太原拍的还挺不错的 哎呀 每天也是那个 起早贪黑的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的时候就是在家睡 只要一休息 就是在在家睡 也是特别苦的 但是他还算状态 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 还算在 婚礼摄影师里边 在太原来说 算是不错的 对吧 国外都是下午结婚 没头到鼻子 呃 这个地方 对 我在讲结果时候 好像是没有讲这个地方 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我把它 就就这样去做吧 我给你画一下 它就是个梯形 关掉 关掉传递 打开形状动态 就这边对吧 到这个鼻子的地方 它其实从侧面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样下去 鼻子起来 在这个地方 额头 我把它画的稍微的机械化一些 你看一下 这是你的整个的额头 这边就是你的眉弓 往下的地方 就是从侧面看的 从正面看的时候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般婚礼摄影师 一年年轻多少 你要看这个婚礼摄影师的单子的 包括他拍一场的这个 收的费用的 看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倒梯形 再加上一个这个 鼻子的正的一个梯形 两边是这样斜过来的 再拼接过来 这个是 这个是大多数人的鼻子的 这个侧面的感觉 这边就特别像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态 就特别像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这样的花瓶 上边的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些时候 你们会拿到这种圆度型的 就是收口的一个花瓶 这样的感觉 这边尽可能看到 和它对称一下 这是一个圆度型的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成一个 击合形态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稍微的 肚子会大起来 先这样 然后这种感觉 再往下走 收进去 对 收帮朋友拍的 其实饭都没得吃的 那么在上面的话 它是一个倒梯形 倒梯形扣进去 所以说在倒梯形上的时候 它整个的环境 它都是这种 往回收的 往回收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往回收 都是在往回收 我们把它画的更加立体一些 四方口 四方口 抖形的 这是一个抖形的 这边是 抖形的 那么下面的话 稍微先接一个 水平的 四边形 方形 然后马上 突出来 往处突 往处突 这个边 往处高一些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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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鼻子和 眉弓之间的关系 就特别像在 这个位置往回收 再到这个鼻梁 其实应该往处突 我们的鼻梁 是应该往处突 但是我这 画的方便 你理解 就是往下走的 它是先凹进去 然后再凸起来 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吧 这就清楚了吧 凹进去 再顶起来 那么但是 它连上你的 额头时候 在上面 它又会出现 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加上你的额头 时候 它有些外翻 就额头上面 其实好像是 加一个这种 拱形的这种 轮胎 就放一个轮胎 这样的东西 圆形的 这种拱形台面 这边 这样去走 看 这儿是往处翻的 往处翻的 就特别像 你在这个 湄公处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擦掉 往额头走的时候 但是都是往处翻一下 翻一下 翻一下 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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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 看 当我们关掉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但你的湄公 这儿是显得很暗的 对吧 这个地方都是显得 很暗的 压进去的 在这个地方 也是有 有些很暗的 就是这个边界很短 但是暗完之后 马上就显得很亮 就因为它翻起来了 看 翻起来了 马上就是一个凸起的 所以就会受光 这个就是你的额头 到你的这种 山根处 以及鼻梁之间的一个 里外里的一个 转折的变化 这种很微妙 其实这些地方 确实是很难修的 搞不清楚的话 就顺的就 要么是把 高光做的 很面积很大 一下子把这边 做得很亮了 穿了一下 这个地方的 额头到 眉宫就很平 一刀就削下去了 就做成这样 穿了一下 就砍下去了 要么就是把 这个阴影给它扩大 扩大了 显得这个人的 眉宫的 这个眉骨 非常发达 就好像做成 一个山顶洞人 你看一下 所谓的一些 猿人 山顶洞人 智人 都是这种 眉骨非常的粗的 这块的面积 显得非常的壮的 而额头显得很小的 所以说 稍微一多和一少 这个阴影的增减 就可以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 中信辉最难的 不是在于 操作 而是在于 对结构的理解 和对光影的控制上的 那么这个 我们先放一下 我在图层二之上 我先给你去 预讲一下 后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刷光影的问题 正好去 借助结构再说一下 中信辉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刷光影 刷光影之后 会显得你的人像更加立体 那么刷光影怎么去刷呢 同样是 新建一个中信辉涂层 在你的中信辉 做完一次 其实这两个图层 可以在一个图层上面去做的 就是在这个中信辉涂层上 也可以去做 我们方便 讲课教学 去单独给你去分出来 你可以去看一下变化 首先是画笔 依然是柔边缘 关掉形状动态 打开传递 我做这个 刷光影的时候 是稍微会大一些 这个画笔的 不同的 30的40 30的50 稍微高一些 30的60吧 稍微大一点 然后呢 在一个刷光影的时候呢 可以关掉你的 黑白明度观察层 就看一个这个彩色就行了 拿黑色画笔 刷光影 先刷一下阴影部分 我们先从 眉毛开始去做 顺着它这个明暗关系 我们第二节课讲一下 哪个地方是暗的 对吧 像这样是暗的 开始刷一下 眉毛开始往上走 对 刷眉毛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个人的眼距 是正常的 还是很近的 还是很远的 正常的 你就可以正常刷 显得很近的 你的眉头处 就别刷得太深了 对吧 刷这个眉梢处 显得很远的 我们可以把眉头刷得很重 眉梢轻一些 那这个话还正常 我们继续刷 但是刷的时候注意 这个眉毛其实也有些光泽的 并不是从黑到亮 这么简单的 这边也给一些 刷的时候注意 尽可能把这个 眉毛里边的这个 露了这种皮肤的地方 给它轻轻的补一下 虽然说最终还是会 补这个毛发的 但是我们先给一些 然后从这只眼镜 开始去做吧 暗亮暗 对吧 还记得吧 我们先给一些 轮廓 然后呢 按进去 顺带的把眼睛的 上眼瞼的 压按它 把它压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的双眼皮 给它增强一下 在这边 按进去的 这个眼角 按下去 这边也是按进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睛 在上面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么接着往下 我们看一下 两只眼睛要同步 就刷光眼镜 可能要同步的 不是近可能 是一定要同步的 不是说你刷那只眼睛 刷了个非常 真实或是 非常立体的眼睛 再刷另一只 并不是的 都是同步进行的 再把它笔刷放大一些 鼻子顺的 鼻一下来 我把鼻头 就顺带的去做一下 球体 做一个球体的光泽的变化 中心会注意 历势在一片区域吗 对啊 也不是在 也不是在一片区域啊 是我其实 这样做的时候 是看到这个三角形区域 就是眼睛 眼睛和鼻子 这个倒三角形区域 那我们继续往下去做 看刚才做到哪了 对 这边加深塔 继续加深塔 可以开关看一下 加深塔 这边的话也是 加深过来 上眼瞼 上眼瞼 按下去 但是别黑死 注意别黑的特别暗 这个眼角 可以稍微用处顺一些 把它这个光泥啊 稍微用处走一些 暗 亮 暗 对吧 这个地方是按下去的 按进去的 收进去一点 收进去一些 太阳穴这边 也收进去一些 顺带的太阳穴走过去 那么接着往下 我们看一下 眼睛里边 还有什么东西是暗的呢 正好一步到位吧 瞳孔 瞳孔加深 瞳孔加深一下 眼球我们放大一下 眼球其实在眼睛的 这个边缘地方 它不是一条线 它是这种的 就像梳子一样 一点点一点的 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可以 先给它一条轮廓线 把这种眼睛 你们可以去 搜一下眼睛的图片 搜一下眼睛的图片 修皮肤的时候 我是看全局的 修皮肤的时候 我是看全局的 不是看的一个区域的 那眼睛的 瞳孔里边的 瞳人附近 都是一些靠近 上一检附近 都是暗的 刷一下 刷一个玻璃球的 一个感觉 这边也是 它的眼睛 还算是比较黑的 所以说你 不用刷的特别多 不用刷的太多 刷的太多的话 这个美瞳就感觉很假了 你刷这个东西 轻一点 好 这个时候刷完黑色之后 给一个白色 刷一下高光 高光 暗亮暗 对吧 这个是亮的了 亮的时候 找一下 它的眼睛里边的 刷眼皮里边的高光 给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高光怎么去刷 高光是一个 亮的点 然后进行 扩散和辐射 像这边也是 亮的一个点 很亮 这边也是亮起来 然后开始轻轻的辐射一下 眼睛 我们先给出来 接着往下 我们看一下 眼睛给完之后 我们把眼睛的内部 给一些黑色的 眼白 上面的压进去 上面的压进去 下面的 放大一下 提亮一下 白色 下颜碱 对吧 我们讲过 提亮它 把下颜碱 这个晶莹剔透 特别水嫩的感觉 给它提起来 同时在这个 同人附近 在下面 其实都是 有一些受光的 包括在这边也是 类线 简得很亮 然后你的 下颜碱的平台 提亮它 眼白的下半部分 提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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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眼角内部的 类线 我们也可以提亮一下 提亮一下 同时在这个地方 我说过 对吧 这儿有些 高光的 对吧 这儿有些 一个小的亮角的 我们给它轻轻的 点一下 点和不点的 感觉就是 差距性很大的 看这个眼睛 整个就提起来了 不像之前塌下去的 那这边的时候也是 白色的 因为这个中性货 我其实没有做完 这样去提前 这样做的话 可能有些地方 会脏一点 你们先看一下 接着看一下鼻子 鼻子首先从鼻底上 做了一下 刚才我们把这个 鼻翼的轮廓线 给它扣一下 卡一下 让这个鼻子 更加立体一些 顺带的 鼻翼的底部 我们把这个鼻子的 鼻头的球体 轻轻的做一下 鼻子底部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鼻翼的轮廓线 鼻翼的轮廓线 这边要给一些 这边也要给一些 接着白色画笔 鼻头高光 稍微放大一下 鼻头高光找到一个 最准确的亮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很近一些 然后开始扩散一点 扩散一些 鼻翼给一些上去 轻轻的上去 然后扇根 点上去 然后开始扩散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鼻子就出现了 它就把鼻子 这个阴影加的太多了 我之前加了两次 你看 我跟你讲一下 加了太多之后 怎么办呢 像这个时候 鼻子的阴影 我给它 完全给它扩大了 对吧 别着急 白色画笔 白色画笔 给它剪淡回去 但是你剪淡回去 之前你要观察一下 你的鼻头 其实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候刷的太多了 轻轻的 轻轻的淡换回去 其实白色放的 黑色上就是剪 对吧 你也不用擦它 剪回去就行了 把这个度 刚才我做了两遍 把这个度 给它往下剪 这个时候 你再看一下鼻子 光线正常了吧 不像刚才那个 显得很暗的 我们看一下 鼻子的鼻孔 鼻孔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黑 你就是把这条线 给它扣一下 强调一下 然后把这个鼻子的 往处走的时候 我说过 这儿有个白色的 轻轻的给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 鼻翼的地方 鼻翼的地方给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鼻子其实就 非常挺了 很立体的感觉了 接着看一下你的嘴 嘴的话 其实先从内存线 这是刷光你到后边的 内存线 内存线 压按它 压下去它 内存线 收进去 算了 我就别学化妆了 学化妆 抢别人饭了 多不好 对吧 内存线压按它 但是别压得太过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压得稍微有一点过 稍微有点过的话 还是那个 看它其实有反光的 在这儿看 我们把它的白色 它看它反光 是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 我把它加强一下 这样的话 你只压了内存线 而不是把这个嘴唇 压得非常的黑 嘴唇也应该是 中期会修一下的 这个是我嘴唇还没做 人中的高光的点 点一下点一下 两边轻轻的上去 人中给上去 周围收一些 周围收一点 然后你的嘴唇的高光 给过去 白色 这都是白色 接着黑色 轻一点 收进去 收进去 收下去 右眼高光什么 看一下 摩托右眼上 眼睛的高光 贴了进步 它有化妆 它这个地方有化妆 它这都会有一些点的东西 都会有一些点的化妆的东西 关键我这个地方还没有做 中庆辉的一些更细致化的东西 你会发现这个高光就显得很强烈了 我们看一下 只是先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后边一个大概的 会走一些什么样的流程 就是对于人像中的一些 刷光你的步骤 包括像这些地方发灰 看 发青发灰 这都是中庆辉做完的 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包括它圆图 可能这个地方就有些灰 看圆图就显得很灰 所以说校色 调整颜色 包括其他的东西都显得很多的 我就顺带的把这个下巴 收过来了 收过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嘴角 这个嘴角 有一个小的亮的地方 对吧 太多了 剪一些 缩小一点 过去一些 这边呢 也给出一些来 这压的太多了 可以走收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人像其实就是 经过你不断的去抠 不断的去加深简单 压暗体量 你就会发现它就更立体了 更加的眼睛 更加深邃一些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大概的 就是你们先清楚一下 到了这个 修完钟情辉之后 在干什么 别到修完钟情辉 没有什么一个目的了 其实你要做的是一个 增强光影变化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 额头 看明暗交界线 就应该加强了 这边也是 包括这边的额头 其实还有需要液化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 它这个额头 显得有点太大 颧骨压根就没刷 对吧 没有必要刷它这边 那么这就一个 大概性的 我下巴刷黑 主要是因为 它之前那个灰色 注意听我讲 它那个灰色的度 我都没有调整 我至少你就看一个大概的 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 你要明白 做完钟情辉 该做什么 就是做 刷光影的步骤 我只是说 预知一下之后的课程 那么这个钟情辉做的 再往下做的 是做的很快的 我大概明天就是录一个小视频了 明天会录一个视频 你们就去看一下 我明天录完视频之后 图层二还保留 但是我会新建一个图层三 图层三就是我会录视频时候去做 把钟情辉更细致的做完 更细致做完之后 我们在明天课程里面就会加快进度 就告诉你看 你可以看我那个操作视频 但是明天课程里面是重点是刷光影 刷光影加调色 因为里边有很多的颜色是不均匀的 像这个眼袋里边发黄 显得很黄 颧骨的显得很红 鼻头显得很红 但是在深根处这些地方都显得很黄 都是褪色的 眼睛一圈都显得很黄 额头显得很红 这边显得青 发青发黄 这边也是发黄 嘴唇 发青 整个嘴唇一圈都是发青的 下巴 这边发青 脱色 这边也是 看脱色 发青 发阳红 这都是一些皮肤的 就是你的人像操作的 包括上面 发际现象显得很红 包括你的身体 下巴这个地方 显得绑合度太高 绑合度太高 这二八经的这个面部的绑合度 稍微有些低 发现这个问题 这都是要后面去处理的 其实中信辉 你们会慢慢的 怎么说呢 就觉得中信辉是最最最简单的 在人像调色中 在人像后期中 中信辉是最简单的 什么会觉得越来越难呢 校色 校准肤色 肤色统一 这个是越来越难的 你会发现 这个肤色统一 感觉就是 颜色的敏感性 你要非常强 非常敏感 接着就是你对 整个的一个这种 片子的色彩把控 就是我后面会讲一个人像的 什么地方容易出现什么颜色 一般来说 在这个第三艇 就是在鼻底到下巴的这个地方 容易发青 尤其是男性 长胡子 这个地方 长胡子 它容易发青 第二艇 就在颧骨附近 到这个霉线附近 它容易发红 腮红 颧骨 鼻子 都容易发红 第一艇 第一艇 这个地方 脑门 发际线 到这个霉线附近 它容易发黄 这是 大概就是百分百 所有人的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自己玩了 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 尤其男性 你的第三艇 都是发青的 都会发青 相对于第二艇 和第一艇 来说都会发青一些 因为有一些 长胡子 包括你把胡子全刮掉 其实这些种 都是发青的 都是有些 没有什么血色的 那么这个话 我先存一下 先放进去 第三节课 对 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在后边的课程里边 尤其就是明天课程里边 我会加快进度了 加快进度了 让你们去 看一下中信会的操作 录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也会提前给你去 放在 百度云网盘 发在群邮件里边 然后明天晚上上课时候呢 中信会我会过得 稍微快一些 过快之后呢 刷光影过得慢一些 到那个时候 刷光影就可以进行调色了 就可以进行 把颜色进行一个修正了 之后就会告诉你 后期的精髓就是在于 加对比 酱宝盒 给颜色 就是这三个 所有后期都是 折腾来折腾去 就是加对比 酱宝盒 给色彩 记住这三句话 OK 那我们先下课 明天晚上的九点 再见 下课 拜拜 下课 下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